Hello 大家好 我是指淘老货的老货哥 俗话说的好呢 入对圈子跟对人啊 跟着老货哥呢 咱们指淘老货 铜钱 老板这铜钱都多少钱一个呀 一样一个个来说 有那厚点的就是 他们说有点露铜的那种 这种多少钱啊 那啥的弄那贵 那给70元 70 有便宜的吗 他们想要穿戴手串上那种 说厚点的 露着铜子 便宜的 那是鞋子 那是鞋子 有便宜的吗 便宜的事好快点 啊 什么样的 你给我找找 给他们帮着淘子 呵呵 厚点的 因为我对铜钱不太懂 这种厚的不行啊 叫鬼啊 你连字都没了 这正面都鬼 那我叫叫鬼 呵呵 咱不懂这玩意 就是我这脚这厚点的要 露着铜子 这种是真的吗 你哪有疑问 啊 哪有疑问 我不共认 有什么 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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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 这叫钱什么元重宝 这个儿挺大 有疑问 有疑问 因为我不懂 因为我不懂 你看这老板人实在问 呵呵 我不懂 他敢实在 我不能说整个家里 我 人家有疑问 呵呵 有疑问 对 这样 这样这是 实在人 实在人 实在老板 都那么小啊 你大都不贵啊 你大都不贵啊 你看看 油品箱好是吗 不行 没换 道光通报 这是真的吗 这么点小啊 这一块钱 我只说整个整个 这多少钱啊 整个整个 这四个五十个 卢二人 我这网友就要一个啊 有一个 因为脱了 哦 我我我我 五块钱 脱了一个 我的脱了 有一个 我这看懂事 你一个这个呗 整个五块 为啥还要量量呢 这东西 钱的东西也得量尺寸呢 嗯 只有五块过的 嗯 整个五块过的 六块 卖吗 吃回下 哈哈 吃回下 太小点了 稍微大一点都不行啊 大得贵啊 道光通报 大得贵啊 大得贵啊 嗯 生命 八块钱吧 我给人淘的 因为我不懂 你要是贵的话 不合适 说说说说说 行吗 你别糊涂我 就行 这个插手淘了一个 道光通宝 八块钱 这个老板也比较实在 因为我对这个钱不是太懂 老板说这个要十块 也讲讲要八块钱 我也不知道值不值 应该咱们这个藏友里面 懂钱币的非常多 字迹挺清楚 厚度也可以 就是略微小一点 因为这个藏友们要求 就是十块钱给淘一个 大家好 回来了 看了看这个钱 应该是真的 听听这声音 是吧 我看他们都是这样听声音 老霍哥不太懂钱币 让大家见笑了 而且字迹非常清楚 到光通宝 厚度也可以 他老板说这玩意分板别 咱也不懂这属于什么板别 厚度还是非常厚的 挺有压手感的 大家认为老霍哥 这个铜钱买的值不值 评论下方 给老霍哥一个评论 藏友看到了以后 你联系我 或者我微信 一会联系您 看您要不要 你要不要的话 就会让给其他藏友了 在这里呢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大家呢 多为老霍哥点赞 感谢大家 啊 啊 谢谢大家